另外不知道您昨天如果在新北的話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昨天晚上說新北市突然有跳電 害得很多人困在電梯裡頭 地點包括了新北市的新莊五谷還有林口 傍晚6點左右連續發生了七起的電梯受困 消防人員疲於奔命 還有後來沒有人受傷 可問題是為什麼突然這麼多人被卡在電梯裡 台電事後證實 當時確實是有輸電線入的跳電 那造成瞬間降壓大概一秒左右 可就這一秒讓很多人困在電梯裡面 大家偷罵說不要再騙說你沒降壓了 好另外最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詐騙手法 好來看看 這是知名的主持人余美人在臉書上頭的分享 他說大家看仔細了不要受騙 因為你會收到一個要寄包裹給你的簡訊 然後會告訴你說你資料不齊全沒有辦法寄送 要你進一個網址去填資料 然後你就會按照上面的指示進到了正式的網址了 有中華郵政有DHL等等的頁面 然後你當然就覺得很正常對吧 結果他的朋友收到要付款12美金 刷卡之後竟然是跳出來16萬的俄羅斯幣 這一件事情說就是像這樣子 你會收到這麼樣一個連結 然後說欠缺資料沒有辦法送 那你當然就想說不有他就點下去 因為你想有包裹嘛 可是就有可能因為這樣被騙 余美人說他的律師朋友 就有經歷過這樣的詐騙案例 所以先提醒大家 現在常常會有這樣的詐騙行為 如果看到了相關的內容 最近真的有在網路上買東西的話 大家最好直接回到你買東西的那個平台 然後直接到那一個平台的運送 比如說他是DHL你就去DHL的平台去查 去打電話去問 到底現在這個包裹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要理會他 都是騙人的 都是假 另外呢則是有一個網友 他在馬路上頭捕捉到這台輛特斯拉 但是他現在很多啊 奇怪嗎 不太一樣哦 因為他車身印有牙醫診所接送專車 那你就會想說哇 這間牙醫診所怎麼這麼Sweet 還竟然派特斯拉來接送 這麼好賺嗎 結果就有網友留言表示說 哎你以為牙醫很難賺嗎 說不要懷疑念醫科最多牙醫醫美 以後內科外科等等重要科 都是班上成績比較落後才選的 還說牙醫好賺程度是超過你的想像 甚至有人提到自己5分鐘洗牙 竟然呢就付了1200塊錢 好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 來我們歡迎現場有沒有這個 跟牙醫相關的了解這些內容的 來子頻這邊期許跟我們分享 目前呢看到這一位是誰 是邱刀瑜 邱刀瑜說怎麼現在呢 連這個網絡上投電話 這些簡訊都要作弊呢 另外還有路過的Lear1說 欠缺資料一般是會打電話退錢 提醒大家要小心 這各式各樣的 詐騙行為真的很多 怪怪你就打電話先去確認一下 而這個呢看起來則是怪怪 因為高雄市彰化銀行的博愛分行 昨天中午傳出一個搶劫事件 怪在哪裡怪在這一名搶劫犯 是開著寶石捷拿槍去搶銀行 甚至呢警方趕到現場的時候 他還試圖開槍攻擊員警 丟掉 把槍丟掉 員警不斷大叫叫搶匪把槍匪丟掉 但不配合還把體擔放航 試圖要攻擊 員警立刻拿出辣椒水噴下 航月拿椅子攻擊槍匪 另外兩位員警看準時機 立刻上前把槍匪的槍匪打掉 並將他制服 11號中午昨點25分 高雄古山區國愛路的彰化銀行 發生這起奇葩的搶劫時間 11號的夜行人子 竟然開著上百萬的寶石捷 拿槍去搶銀行 寶石捷開到銀行門口 還沒有熄火 他就蒙面持槍衝進銀行 把一個白色塑膠袋丟到櫃台大叫 正式搶劫把錢裝滿 行員全都被嚇壞 急忙按警鈴報警 警方到場跟持槍搶匪正面交鋒 有拉滑套有升降 他也有對著我們的同仁激發反擊 那有聽到至少有三聲 會反擊的聲音 我們發現他槍枝故障 那我們就上一天 去做太多工作 麥寶石捷的業者 聽到消息後表示 當時對方買車 說要送老婆當生日禮物 沒想到他會開吃搶銀行 也是滿阿薩的客人 就稍微談一下價位 也沒有試車就成交了 怎麼會去做那種糊塗事 嫌犯表示自己做生意失敗 有欠債 寶石捷車領也16年了 賣不了太多錢 才會想要賭一把 全案依強盜違反槍炮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 殺人未遂及妨害公務等罪 移送法辦 記者鄧銘 呂宜捷 高雄報導